OK下一步 還有機會說再見 這部四片真的還蠻早兩個月前就已經一個月前就已經沒有兩個禮拜了兩個禮拜前就已經死 這樣兩連續講兩次 兩個禮拜 劇情簡介 我從來沒想過我再也沒有明天 2月12號晚上高中笑話沙曼沙 沙曼山 柔衣德區是與他的閨密們 閨密 發生嚴重的車禍 他感覺自己將永無止境的墜落然而一聲響 打斷沉默 醒來後的他發現自己竟重返事發當天的早上6點50分 一模一樣的情境在他眼前重新上演 直到晚上車禍又再度準時發生 醒來後的他又再次重返同一天的清晨 明日邊界 沙曼山發現自己陷入永無止境的時空迴旋 日復一日的重複情境 唯一不同的只有他的選擇 如果接下來的人生只剩下不斷重複的今天 你會不會對他說出這句話 你會怎麼樣向他道別 你會不會接受他的吻 你會不會為他請挺身而出 你會不會讓這天過得與眾不同 你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而他每一個不同的決定和選擇 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沙曼山該如何解開時空之謎 在所有對與錯之間領悟人生價值呢 拯救自己也拯救他人 關於電影 來看一下怎麼會 怎麼那麼多啊 紐約時報暢銷小說改編 年度時空迴旋燒腦騎片 迴旋燒腦牆 也還好啦 沒有沒有到燒腦 有美國女性 女性導演 女導演 你知道我覺得我覺得有的時候你硬要講他是女性導演 其實就已經有點那個 有點奇怪 來羅索揚恩指導 改編知名青春文學作家 羅倫奧利弗的同名暢銷奇幻小說 OK 小說在美國出版後反應熱烈並引發 廣大的討論 甚至受到美國國家 圖書館 美國圖書館協會強烈推薦 獲選為 亞馬遜 網站2010年年度最佳小說 並纏聯 紐約時報 暢銷排行榜 更被漢娜的遺言作者 傑義愛下 大力推薦 你別不選擇 別不選擇 不得不一股作季把它讀完 OKOK好 不過這些都是輸 你知道 這是輸 這跟電影沒有關係 好 好 這邊就好了 對好 這一部片 然後我來把預告片 找出來 before I fall I fail 這樣念嗎 before I fail OK 燒腦這個字 感覺 越來越多電影愛用 對 呃 我是覺得是因為現在 這部片其實 真的算是 不算是燒腦的片 你如果會覺得 這部片燒腦 那代表你平常看電影看太少 呵呵呵呵呵 這就是他其實是 故事算是很簡單 因為他的訊息其實 很明確 對 這故事真的超級簡單 就是一個高中 的那種 mean girl 他是一種那種 笑話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在學校裡面弄 大家都愛的那種女孩子 做什麼 老師也喜歡啊 男生也都因 陰勤的那個 奉承這樣子 然後他可能是 可能平常是做 平常可能是啦啦隊啊 或者是那種 就是那種很招搖的女孩子 就活在 就是 整個學校可能是 以他們為中心的 知道他們其實就是活得很 很快樂 對 然後覺得任何跟他 他們不一樣的東西都是會 都是 都是 值得去嘲笑的那種 女孩子 然後就是 自我中心意識極強的女孩子 但是有的時候我覺得這部片其實是在講 這一個女孩子在 被迫 過那種輪迴的人生的時候發現 發現自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的電影 好幾部電影 對那個 今天暫時停止 然後還有那個 一部瑞典電影叫做婚前性行為 也都是走這種故事內容 其實他其實算是一種類型片啦 你知道 時空就是時空不斷重來的題材 這樣子 對但是這基本上不算是一個很特別的 星星類型 因為他其實只是把一個 以往的那種 那叫什麼 應該是成長電 你知道嗎 他只是把這種成長電影把他 就是強迫你把這些東西放大 你知道比如說你像是你說你 過著一程不變的生活這件事情 很多電影其實會講 你最後要做出改變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 你就 你才能夠 你當你做出改變的時候 你才可以 前進往下一個人生前進 對不對 很多電影其實都在講這種事情 只是他把這個東西更強化 讓你就是逼你要去面對 讓所有的觀眾 不 不再發現這是前議題 就是 是一個很明確的議題 所以他變得更像是那種預言性的東西 像以前不是有一些那種那個 一些預言嗎 就是比如說有死神來帶一個人 然後看他的一生之類的故事 有沒有 在我們以前看 看那種圖畫 那種故事書的時候 都會有這種 這種故事 對不對 突然間出現了那個魔鬼 來做這種交易這樣子 然後於是把你帶你去看人生的那個 然後你要面對你自己的心魔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你當你最後你抵抗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才真的成長 對不對 常常有這樣子的電影類型 其實他是 他是一種教育意義很強大的 那種故事類型 這種電影類型 那 這一部比較特別是他把 這個題材用在 Ming girl身上 你知道嗎 用在那種那個 Q leader這種女孩子身上 就是 應該是說這個女孩子到最後才發現說他原來 一直在欺負人家 就是為什麼他並不是說他人本性是不壞的 他 他只是不知道而已 這是屬於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狀態 你是屬於既得利益者 所以你從來都不會去考慮別人也有那個 沒有這個東西沒有這個資源的問題 對 你了解這個狀態就是 你一直都旁邊都是有朋友嗎 他都對你很好嗎 然後於是你就會覺得這個世界上所有的都是應該要對你很好的 對不對 就是你會覺得當人家不對你很好的時候你開始覺得這是不對的 覺得你沒有得到你要的然後你就會開始生氣啊開始那個 然後或者是 你覺得 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會奉承你 大家都覺得這個東西是跟你說這個東西是對的 你講什麼大家都說 你講的真好 那遇到有一個沒有在跟你沒有在講你好的你就可能會 你可能會就氣他 覺得他怎麼可以不一樣 或者是有一個人就是比如說你每天都打扮成打扮得漂亮亮亮的那有一個人打扮得不漂亮 然後 你就嘲笑他 這個人怎麼跟 怎麼怎麼敢這樣出門啊 有沒有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說法 對不對 為什麼但是 但是 你沒有必要去 你有必要去 批判他嗎 其實有的時候並不是說你 刻意的要去批判你只是覺得說 喔 這個人的生活模式跟我不一樣 那可是呢 有的時候的情況並不是 你總是會保護你自己的生活態度 對不對 你會保護你自己的品味 對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物以類聚 對那就是簡單的就是話 就是講的好聽是 中心一點是物以類聚 你知道 講的難聽一點就是畫小圈圈 就幾個類似個性的人聚在一塊 然後呢這個聚在一塊的個性的人在良性的互動底下會講我們自己的 就是 我們會 交換我們的意見 比如說我跟你都喜歡看電影然後我們喜歡看電影聚在一塊 對不對 我們在聊電影的好 對 但是比較不好的狀況就是去笑人家說 不看電影的人他們的生活態度 了解這狀態 但是有的時候會變成 會互相攻擊 所以這就是我之前在講的比如說 好看電影的人 跟玩遊戲的人跟看日本動畫 這三批人會互相攻擊對方 喔真的嗎 對啊會啊 會互相細虐會互相嘲笑對方的旗號 好 但是事實上我有講過這三樣東西其實很 很像 好 都是所謂戲劇形式 但是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不是說我在做影片製作嗎 然後做影片製作的時候有的時候我就會去看這三個地方的 因為我喜歡看動畫 喜歡玩遊戲 也喜歡看電影 然後三個地方討論去 都會去看 然後我就會意外的發現說他們其實 都 就是 他們喜歡 他們其實都還蠻清楚 電影就是影像工程的 一部分 但是他們不知道別的部分 這很有趣 這超有趣 就是比如說看電影的人 他們其實會比較對那個劇情 或者是那個角色 演表演什麼之類的可能會比較感興趣 對對對 但是呢 看日本動畫的人 他們對於聲音表演 還有那個剪接的 兼用卡這件事情 什麼叫兼用卡 就是他們那個每次機器人變身的時候總是會 會有一段動畫 然後他們就會知道說這個是要用這個動畫 或者是當畫面出現的一樣東西他們會對於塗層的概念會 會很會很清楚 因為他們看久了 而且他們對於 器具的那個固定的那個 固定形式 也會也會 比較清楚 比如說人進來就是比如說那個什麼每個角色有各各種的型 什麼什麼傲嬌型啊 然後或者是那種那個那個 後宮後宮翻 或者是那種那個 或者是他會說 剛進來的時候他就會 會知道說會有公式產生 就進來的時候要介紹 介紹介紹人物背景之類的 然後這個會有旁邊的人 突然間出來介紹人物背景 但是這些事情在電影裡面也都有 人物形象也有也有傲嬌類的人啊 就是他們角色角色形象也都有 但是電影 看電影的人比較看不出來這種東西 回去注意 不會就是他們 應該是因為日本動畫太 日本動畫比較 致死 看久了以後大家看 其實就是大家都看出來 這個又一樣 又是個雙馬尾 對但是這個 但是是美國 美國的電影他們可能就是因為他們 場景可能會變比較多 然後這些東西會變得比較隱性 但是事實上東西是一樣 那 看日本動畫的Fence 就比較會 比較看得出來這些東西 兼用卡 或者這個畫面 太快 這件事情他們比較容易看出來 對 然後呢 遊戲類的 遊戲類的對於那個 影片格率這件事情 很清楚 或者是對於那個 CGI的那個 部分其實都很清楚 像60 像一個 像那個 之前不是在節目 實況裡面講那個 1秒24格 1秒30格 1秒60格 這個他們每天都在比較 玩遊戲之前就已經在那邊講說 喔那個PS4 可以達到這個900P 什麼 或是1080P 有沒有 64格 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 什麼 1秒可以有60 60格 然後畫面比較流暢 對 但是這個 其實 只要是影片都有這個東西 但是你會發現這三個 這三個 這三個PART的人 都只知道 都通常都知道 電影工程的一部分 但是他們就會互相侵滅對方 互相攻擊對方 有的時候我會看到啦 我現在沒辦法 舉出一個 竊竊的案例 但是講那麼多 其實也是在講這些 這部片其實就在講類似的事情 他直接告訴你說你 平常 你不要你以為你的那個日常生活是如此的理所當然 但是不是上 你有的時候只是 覺得你完全沒做錯事 但是你已經有意無意的傷害了別人 其實這個類型其實在最近其實還蠻常看到 像之前還有那個 我最近玩的一個遊戲啊 奇妙人生 奇妙人生的 我看這部片就覺得真的超像奇妙人生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奇妙人生的故事其實也是在講那個 等一下 直接切自己 直接切自己的影片來看 呵呵 人生的故事其實還 他其實是在講說 比較接近蝴蝶效應 比較接近蝴蝶效應 他其實是在講說一個女孩子突然間發現自己有一天 可以把時間轉換 他可以穿梭在時間當中 可是呢 這個時空是線性 就是如果你在過去做什麼事情 現在 的時空就會被影響 他不會變成那個 他不會變成那種 平行時空 什麼 然後他因為他的 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被槍擊 所以他去救了這個女孩子 就救了他的好朋友 可是卻發現 之後的這個事情 都一直不斷的 變化 所以他必須要一直不斷的 他變成一個 所謂的超級英雄 但是他的超級英雄的作為 只能夠做成 作為在這個小鎮當中 對 這個遊戲真的很好玩 就是你可以在玩這個遊戲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去逛整個學校啊 然後跟每個人互動啊 你不同的互動會有不同的結果 那 我們看之前講 我們講的這部電影啊 其實也很接近這樣子 的 故事 但是不同的是因為 還有機會說再見這部片 他 畢竟是線性的劇情 他如果是作為遊戲 你就可以 如果我們還有別的選擇 我們就可以回去 然後再去看各種人 但是 還有機會說 說再見這一部片 其實就是很明顯 就是你 你必須要跟著這個女主角 的路線 去做 然後呢 他 因為他是講一個 可愛單純的女孩子的故事 所以這部片其實 在某些程度 你知道就是 當你發現 比如說好 我問你 如果當你發現你可以 一直不斷重複過這一天 你會做很多 你會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 做一些不用考慮後果的事情 對啊 你會開始 你中間 通常在之前的電影 都有這樣子的東西 你知道嗎 對就是 像那個 今天暫時停止裡面 的男主角 他就是 當他發現了這件事情 他後來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他就開始 去做各種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學別的國家的語言之類的 然後 突然前去看電影 之類的 對 那那個 我之前看過一部叫做婚前性行為 瑞典的 那一部還蠻可愛的 那一部其實在講說一個男孩 一個男生 他在去結婚的前一天 被他的朋友們 設計陷害 就是 他的一個 好像是他麻吉的朋友 可是事實上想要搶他的 太太 然後他就在前一天晚上就是 單身party把他灌醉 然後把他全部脫光光 然後旁邊的朋友可能也是覺得就是 可能是開玩笑 所以就是很高興 就是把他全都脫光 脫光以後把他丟在丟在那個電梯裡面 然後 在他屁股裡面塞一個保險套 是不是那個Naked 對 Naked 對 內部在台灣叫做婚前性行為 然後 最近其實有重拍啦 最近Netflix有重拍 一部叫 羅 對對對 對 改名叫羅 對 但是 內部的那個瑞典 瑞典版很可愛 我當時看的時候覺得 就是 當他醒過來之後發現事情 就是那天失敗以後 然後他發現他可以重複的時候 算了 還是不要用Naked 用Naked 全部打出來 就是 一間人的裸體 你知道嗎 等一下會被人家緊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 當他發現他可以 可以過每一天以後 他就還 就做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去搶銀行 然後 或者去跟 就是 或者是 光光的身體在外面跑來跑去 之類的 然後裡面 那個婚前性行為 裡面有一段 很可愛 就是 就是他們那天 通常不管他過了 任何事情 他最後晚上 當天都是爸爸媽媽 他們那家人 晚上吃飯的時候 就看說 今天他兒子沒有去結婚 然後 去上了新聞 這樣 就脫光衣服 然後在那邊撒鈔票 你會覺得這超好笑 就是 他那時候用蒙太奇去解決這件事情 這樣 就是講說他做了各種奇奇怪怪的事情 這樣 那那部真的很好玩 我還蠻喜歡那部片 然後我當年 看的時候還是大學生 然後看完又很高興 然後看完又很高興 趕快 就是還寫文普末這樣 然後 只是這部片其實在台灣很少人知道 但我還蠻推的 就是 其實時空穿梭 就是一直不斷重來的這種 這種題材的片 其實一直都還蠻好看 就是很好發揮 只要你 就是他的劇情總是會讓你 很引人入生 你總是會一直很想要看說這個 女孩子會怎麼樣 但劇本其實在寫的時候 就變成要 要很注意 因為你的那個時間線 弄了 為什麼要改變啊 什麼之類的 其實這個劇本的編排上 其實是挺重要的 那這部片其實還蠻好看的 就是如果你喜歡看戲的話 你想要去看那個什麼 就是想要看 到底最後會怎麼樣的話 對你我其實覺得你還是可以 你就很可以 也可以去挑這部片來看 因為當我們 其實今年還蠻有趣的 進入八月之後的電影基本上怎麼 都變成了那個 劇情為重的片 不是大片 還蠻有趣的啊 今年還在暑假的時候 暑假後半段已經這樣子 對 後繼無力的感覺 之前確確有寫說 今年的那個什麼 今天的吧 今天確確有寫 寫那個 今年的那個票房 冷搜搜 也就是說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從那個 應該從蜘蛛人吧 沒有沒有 應該從敦克爾克之後 就沒有大的片 對啊 這還蠻奇妙的 今年還蠻特別的 接下來可能就要等那個 正義聯盟 11月 對啊 或者是那個 陰翼殺手 我覺得陰翼殺手 在台灣不會算是大片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 Sah policy如此》 《非凡正事》 平常�utes他木木 仰邪 遵ب elephants 他們能以認同你的 勇敢的孩子